除了可以捏六花蹄以外 我们可以来这边带小朋友来这边玩沙 顺安都市计划建商捐出800多坪土地 给东山乡公所 作为公共设施用地 而公所向体育署争取400多万元经费 已经完成顺安公园多功能草皮运动区 完工后相当受欢迎 而二期规划共荣室游戏区 历经四个月公期也已经完工 这是位于我们顺安国中的 协对面 那这边是一个我们顺安都市计划内的绿地 以及文教用地 那东山乡公所介于这边的人口的密集 那我们除了在第一行政中心 完成了一座新的儿童休闲区块以外 在这里是我们东山第二座的 儿童休闲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命名为顺安亲子公园 那我们希望在周边的相亲 可以带着你的心爱的宝贝 一起来这边休闲玩耍 共荣室游戏区市公所自筹 350万元来兴建 有人工草皮 溜滑梯 细砂池 而且采用的是更细致的游细砂 排水性佳 这种砂池像一般的宠物 我们希望民众不要将宠物 带来这个区域 才可以维护我们小朋友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环境的卫生 请托乡亲一定要来协助 维护管理 不管是在环境的整洁 或者是公共设施的维护 都希望我们乡亲可以来爱护珍惜 顺安周边地区近年来人口成长 公共设施也不断增加 乡公所打造亲子游戏场所 而顺安公园完工后 由乡公所自行维护管理 一旦新闻记者黄竹汉实习记者杨哲伟采访报导